哈囉大家好,我是狂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最新的鳳凰男 鳳凰男穿玩偶服的怪人 本身跟第一個版本長得非常的相似 我覺得很像耶 這邊招募的一個機率 看起來跟之前應該是差不多 好,那我們準備要歡迎今天的主角囉 SSR加鳳凰男 321 欸,怎麼是長這個樣子啊 狂人你在幹什麼 好的,看來你沒什麼錢 這給你 趕快走吧 OK,那我們馬上來介紹鳳凰男的技能囉 我稍微研究了一下這個角色 他本身比較偏向於輔助性質 好,第一方拖戰,隊友重生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普通技能 當然他是超能怪人 單體目標五連擊150%的攻擊力 第二個,對單體目標兩連擊造成150%的攻擊力 並且加了40%的生命值上限 行動後可以使目標拖戰 什麼是使目標拖戰呢? 只要你的鳳凰男打到其中一個對手 他就會馬上離開戰場 一直到下一個回合 次回合 才會返回戰場 這個就是敵方會面臨的一個問題 當然,你這個拖戰的角色 本身所有的被動技能都不能觸發了 這就讓我想到 那如果徐甫被拖戰出去了 是不是核心也沒了呢? 被動技能的部分 開場的時候 提高自己100%生命值上限 也就是兩倍 當然,還是可以恢復自身生命值上限的生命值 這段真的是顯得不大好 當然啦 這邊他跟第一個版本的鳳凰男不一樣 他只能夠再生一次 為什麼只能夠再生一次呢? 同時他當然也是免疫拖戰 就是你的對手也用鳳凰男 你的鳳凰男是不會離開戰場 只能再生一次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被動技能太強了 你可以幫隊友復活 每一場戰鬥最多可以4次 所以你速度比較慢的朋友們 當對手打過來 假如你躺了一隻角色 馬上又回來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總共可以復活4次 就一場戰鬥 然後還你幾回合 就是4次 復活2次 復活3次 復活4次 OK 那麼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個角色本身的基礎屬性怎麼樣 攻擊力585 生命3510 速度105 後來新版的角色 攻擊跟生命值都一樣 就是速度有點差異 像惡狼是103 Ship是105 那King就比較高 King是120 105 霍羅斯104 球棒比較低 球棒是目前最低的一隻 98速 因為攻擊太狂了 像這樣的角色 狂人不會稱他是工具人 他就是一個很強的輔助角色 稱不上工具人 OK 那這邊 鬼機勳章 還有他的羽毛 好 看完這邊 我們再來看一下 實裝的部分 目前只有一套 我們再回到技能這邊 你們看喔 兩年級150% 單體嘛 同樣是單體 當然他還有加一個40%生命值上限 那你不管怎麼加 他還是沒有球棒這麼強 這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我們光看一下G4 G4的部分是240%的攻擊力嘛 本身當然還有上了一個崩壞 所以說 我們可以很確定 鳳凰男他是一個高級輔助角色 好了看完今天的影片 你有沒有對鳳凰男有更多的了解呢 另外狂人有開設遊戲狂人的IG 這邊有帳號 也歡迎你們所有觀眾朋友追蹤一下 大家掰掰